下一套,下一套應該是無邪最喜歡的 什麼事啊?這樣也做不出來? 又有蘿莉,一隻蘿莉又有變態 有什麼關係蘿莉是有? 有變態的壞哥 變態的壞哥都沒有那關 那你又認同男人變態有什麼不對的 我沒有認同我說 我先說一下,當年是說 不是他認同,他提及過 他有提及過,但他沒有說他認同 是呀,沒錯,明明是你,對呀,你是好人 上期不是這麼說的 算了,這次我們是天降之物的耳櫃 整體而言,水準就失略為下降了 我也覺得不止略為 我差得很遠 我心想是否打鬥場面是最下降 這個不是重點 我覺得不是重點 其實重點反而是他有劇情節奏安排錯了 最主要我覺得是卡奧出場太早 即是耳櫃來說 我覺得這個不是最主要問題 我覺得最得人怕是模擬頭的風音出來 合理是他出劇場版 他讓一顆人出場先 不明白嗎? 算了 阿雪你再說 我覺得你說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本身他調節過劇本那方面 就是我明白就是他第一季 他都是做了那些就是 一陣子搞笑和劇情 一陣子搞笑之間的交錯 但其實顯然就是他第二季 他捉這一點是捉得不太好 因為你看到很多時候 就是插入這樣的劇情位 其實是很可疑的 你會覺得是 可以這麼說回 一季因為伊克洛斯是中心 其實是靈少就是配庫的 他一季就將靈少的出場提出了,豐富了劇情,這個我們之前說過了。 但二位的問題,因為始終原作劇本他未講到,未有總部發展, 伊克洛斯的感情你不能再放下去, 他仍然是說,二位出身的角色,即是出笨蛋,出卡奧斯, 反而你劇本應該用他們重心去寫,但反而你二位沒有做了一件事。 最簡單,以一個原作量來說,基於他某個問題, 他是在少年A數年在,其實是一個月刊成真來的。 當年做到第一季,就算去到最尾的時候,他大概有30宗畫的改變。 其實他當時,大部分他每一畫是跟回一期漫畫的, 大概是48至38年。 但現在,就算你說到最新,剛剛月尾那期,都好像是42到48,大概都是。 即是他所增加的回數,其實是等於上次增加的回數是一半的。 基於他已經有一些回數一季用了之後,其實他的可用回數是少了的。 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些位置,原創性真的比上次更重。 上次是比較跟足的。 那如果你說這次,第二季做得比較好的部分, 即是一些日常的搞笑,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漫畫出色的部分來的。 反而其實他是,自己電視原創的部分, 就做不回原作那種搞笑的力度,或者是那種神粹出來了。 另外一方面,回應到有馬爾所說的部分, 就是漫畫近期才開始說會突顯回Ecarus那個情緒的變化。 即是動畫其實他未必有一定的酷塵,或者可以做出來。 但他反而是用Ecarus那個中心去發展,是一個錯誤的設施。 或者這樣說,他始終都是這套東西的正印女主角。 你始終就是說,他一個優子符裡面,你應該怎樣去擺? 即是除非你用一些劇情向的故事, 他當然可以用一些劇情的優結位去處理這方面的東西, 就等到一個是結束了。 但是你作為一個以角色戴動來說, 其實他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即是他一定會是…他會找誰呢? 他不會找Info, 他不會找Delta, 即是Delta, 雖然受款形成度應該不雅於他。 其實最好簡單的, 看他們第二季的宣傳公式的poster, 大部份東西,或者官網, 都是用Delta為一個最主要的人物。 當然在某程度, 你說以一個新加入的角色, 或者可以說動畫的新加入, 或者在那邊過來。 其實找他來做頭的, 做大樣的,正常的。 但是同樣道理, 其實他可不可以的劇情度很大, 其實前部份, 如果頭三、四集拿來做大,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之後, 應該三個就平排一點點會好些。 但是他其實就比較偏重了, 即是Hikarius的氣氛就好像差了些, 而且改為強硬加重了他的性格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講究的是, 其實因為本身你說Delta他自己, 就是他們幾個的情感, 因為你又知道Hikarius本身情感指數幾乎是零, 幾乎是零, 你要令到三個角色平衡, 你就一定要大力去Buffer回他, 讓他意識到所謂愛的感覺。 其實因為前期這個部份不夠, 因為他還未弄清楚Delta, 即是你在Delta level做主線的菜式, 然後Hikarius做了副線, 這樣才是合理的, 但是他沒有了怎麼做。 另一方面, 因為太多出Claus, 因為出了Claus, 要引回Claus, 其實就是入錯線了, 令到Delta他們的感情, 即是怎樣講愛, 講感情是沒有了, 反而是少了的, 大家覺得出了Claus, 早了之餘, 還有他對Claus的描寫不是很多, 結果很多人很快退場, 只是很怪怪的, 然後又立後功。 某個角度來說, 就算漫畫那邊也好, 或者實際需要來說, Claus的描寫其實不需要多, 我個人就有點保留, 所以沒有展出場了, 我覺得描寫方面, 性格描寫, 或者心情描寫方面, 其實不需要重, 但一開始出來, 他的戰鬥向描寫, 其實應該要多一點, 因為其實他是把原本的位置切開了, 所以大幅削弱了戰鬥部分, 其實這個就令到那個, 就是Claus應該有的, 應該是戰鬥描寫, 但是他變成了, 好像是混了一點心理, 或者混了其他東西下去, 令他中和兩個, 但造成他就是戰鬥不足, 而形成到說, 他的那個迫力, 簡單來說, 出場過組, 都是其實, 你說就是他本身還有, 笨蛋他那裡, 他的描寫其實, 你說我都可以說一季裡面, Delta他都有一季時間, 他去描寫他的感情波幅, 其實我覺得說, 這一季最佳的位置就是, Delta可以復活回, 拿回他對抑耳, 我覺得令到Ecarus, 不, Leap, 就是他兩個成為Master, 令到Ecarus, 他的感情喜變化, 就是他不說, 之前我唯一的主人, 是只有阿智樹, 現在多了兩件, 所以其實不是說, 主人是Delta和Leap, 因為那兩個位, 在那個位原意的話, 然後你再去做劇場, 即之後他說劇場版的時候, 你再出Claus, 這樣就可以了嗎? 所以最後三四日出場是可以的 那你給點電 最簡單你可以用 等於Strike Reach強襲魔女的做法 它可以跟一季好似 因為它都可以做大量的日常回到開頭 如果參考那間漫畫內容 等於打雪戰那一集 有很多這些位置是可以給Delta 一邊玩一邊生理 然後慢慢開始 他不斷刺殺智樹 然後做一些 笨蛋失敗告終 開始去描寫他的性格 然後去到大概第五六集 才開始有些比較衝擊性的東西 可能說剛剛出了一點 然後最後才是真正打Carlos 就是好像上次的 打一集超級 是因為笨蛋是忘記了這個任務 我覺得不是笨那麼簡單 他是忘記了這個任務 他經常是忘記了這個任務 有時候智樹走過來 我覺得你怎樣笨蛋也好 你都偷把劍出來一下子 你可不可以還是另一回事 沒有用啊 他地上是屍 不是啊 還有他一件事呢 是挺繁駁的 他最後不是可以跟Carlos打的時候 他把劍是很大的 很闊很大的 是原創的 但是你說如果 如果起初要刺殺智樹的時候 說真的你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可能未必 那個空間問題 或者可能那個計算問題 他是沒有電子計算能力的 不是啊 原本預定是打空戰 不可以打地上電的 真的 原本預定是在空中的 你知道他們是加速型的 空戰而已 他不是打六四戰嗎 最簡單來說 看回Delta的裝備 就是超強的加速的雙翼 簡單來說 就是什麼鬼都斬開劍 以及什麼鬼都擋到的 但是笨是小型的 不是全面的 就是他可以打爆Icarus那個 錶的 亦都可以擋到Icarus那招 但是他是沒有什麼持久力 就是他是空中霸王 即是高速近戰型 簡單來說 真的 還有為什麼你說 他自殺 智樹那個問題 通常他都是 走到那裡 就不知道卡到什麼 然後整隻扑了 他應該是天空的 其中一個目標 一擊衝下來 就是刀彈去的 他不會用這些 你用上這位 我個人就真的 不是很聚焦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 反正你換個表達方法 他也是殺不了他 即是 即是 那本劇本 是不想他 至少是不能離開的 那是藍瓷來的 是的 那這份膽 會不會突然變強的問題 我也是確定需要 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空中不會有隻 他一定不會擊傷 所以就沒問題 其實回到有馬二的問題 基於他沒有電子運算能力 或者天空撞下來 應該會撞臭 或撞到一條馬路上 應該 而且我希望 其實起初看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有心刺殺他 其實那個劇情上 其實可否扭到 阿智樹很快 可以去說服到 阿Delta 去說服到阿Delta 不要刺殺他 這樣一個情況 可能比現在 有些靈感 有些愚蠢蠢的感覺 沒有阿智 基於是不會做這些事情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說另一個重點 就是 阿守營 他不停去 探險 探險 探險之旅 我覺得那裏 可如坐鬥 我覺得那裏 顯示 這個天上裡面的天使 簡直完全是白癡 那些是甚麼 加碼 營激營 那些是自出自入 我真是相信 後發院 究竟就是天上 現在整個 姦少那些人 坐在一個王座 姦少那些人 究竟他是有心去 要收回這個 空之女王還是沒有心的呢 其實 他要收回空之女人的可變相役的核心 就沒有說要收回空之女王 那你 那個太陽爐 明明 甚麼太陽爐 我就是想明白 就是說 你拿手型來 自出自入 這件事 我不相信 你說 就算所謂 電子戰 阿鈴符 阿鈴符 他的能力 就是他可以幫助到 這件事 我真是不相信 上面這麼多天使 一隻都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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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 手型還要說 完全是神 40秒就40秒 我覺得 可能他 你如果想去 神明下的地方 甚麼廣告 那些遺跡 可能被人拋棄了地區 就是落後 還有這一點就是說 阿手型找到些甚麼 其實呢 欠缺這個講解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的感覺 他會不講解的東西 就是因為 不像天降之物的風格 因為天降之物 是不會講那麼多所謂的解釋 但他又特地要弄到阿手型 好像說 有些東西 他要知道某些東西 就特地加雜這些場面出來 這方面裡面 漫畫都很少看到的 沒有講過 學長他要去調查甚麼 他本身都沒有說 他要去夢境那個地方找 我剛才說 為甚麼他要經常探索呢 漫畫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他要鋪回風音的出場 但動畫方面 就突压了 風音出了場 他才是探險的 不是 他探了險一段時間 之後風音才出場 他探了險 然後看到風音的漫畫 又是太多出場 又是太多出場 所以我經常質疑 為甚麼 為甚麼這麼早出場 這個人 我覺得其實劇場版 應該有人打風音 是太多出場 是太多出場 會不會是大家的觀眾上會舒服 我認同河馬的說法 為甚麼呢 不是說要將Ecarus變原法 因為基於Ecarus 他的感情 是特別弱的 所以其實 你是很難做一個直接描寫去說他的 很多時候 要透過 知恕對Lin 或者對Delta 的一些行為 或者他做的其他事情 然後 令到折捨Ecarus 他見到別人這樣 他說 動力量很痛 這一樣東西是帶出來的 所以Ecarus 真的令他可以說 很多時候 因為他一些 所謂的絕劣一點的問題 譬如說 整個頭撞進去 爆廁所 那些這樣的東西 來突出 對智恕那些 回應 或者關心 然後 心情方面 就是一個得捨 但其實 他動畫 硬硬加了 Ecarus 可以說 對於求婚演的字 有些這樣的東西 會不會是其他面紅 鎖機 那些 我覺得 多如加突額 我自己感覺 其實說你不懂 感情 不是說什麼大問題 我覺得梅水 哪個角色 我自己覺得 我無所謂 但是 重點是 你十二集播 完 那你沒理由 完全沒有過結 就是你整套 在無論 其實四隻天子一行 都要強調 就是愛 何謂愛 但最終其實沒有一個結論 就是什麼叫愛呢 那 我個人覺得 反而是 這個 氣氛最少的 是 反而可以 突出到 他對愛的理解 因為 一份最簡單的 一份關心 和一份真摯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 就是愛 但是 其他三個 究竟有什麼強調出來呢 幾乎是 糞蛋 我完全看不到 糞蛋 我也是 餵食 這個是他對 食物的愛 你說伊克洛斯 是 完全沒有重點的 到最終 他都不會明白 那 這個 一直以來 都是這樣的 所以 他會 越來越發 就說 他對 自恕的 他都知道 是一種愛 但是 當然你說 是角色的性格 他不會去 好比拉 就是我喜歡 自恕這件事 他不會說出口 其實是表達到幾種 不同的愛出來 我覺得 但是 你說 在這個 劇情想法上 因為 為什麼會沖淡 就是因為 有很多搞笑位 沖淡了這些 其實是 很多時候就是 突然間插進去之後 我下一集再看 其實我忘記了上一集 那些什麼問題 其實 其實我想說回一個問題 雖然你們說到 好像說 愛的問題 好像沒有解釋過 或者怎樣怎樣 但是 另一角度來說 你們覺得 怎樣可以從一套動畫 鋪陳到 一個很實在 讓你們看到 愛是怎樣 正如一件事 我問你 幸福是什麼 你怎麼解釋給我聽 重點不是說 這個字眼本身是怎樣 是怎樣 表現出來 我覺得 不是說 叫你給這個解釋的 總括就是 所有人對這個愛的定義 是就是說 譬如 Ecarus 你對自主的愛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感覺 單對單 我不是要你解釋 整個愛的 公式化 或者 異性的 問題就是 他怎樣表現出來 我覺得 很簡單 Carus的歌手已經表現出 為什麼 他不明白什麼叫愛 但是最終 怎樣他表現出來 就是因為 至少對他 一句很狗血的關心 就是 他對自己 那種關心 就是愛 這個 已經是一個解答 就是 你可能說這個解答 沒錯的解答方式 是很狗血 是一個很令人無本動的 或者是你不接舊的解法 但是 解了 叫做解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感情的 就是你是兩者 只要我接受到 就是老實說 愛的東西兩個人的事 就說 你接受到 我接受到的話 你壓住 街坊下面的阿叔 究竟想這些事情 其實是不需要你的 其實是 就變了 你說其實 卡洛斯的主角 但其實 真的沒有個結 在 我要的是 一個少許的總結 如果不是 你整個東西 其實說了整個核心 說來講去 結果沒有總結 之後看完十二集 其實沒有任何重點 我會覺得 那你不停的表現什麼 就是 只是一套笑 你知道你只有一個笑字 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 反過來來說 應該是動畫觸錯用神 當然 我們說的 一開始就是 一開始就是 他編排方面 其實是有問題的 你說如果 如果他 前半是搞笑 後半是主題 用愛來講 其實 我雖然不會說 他真的可能 會做得很成功 但至少就是 他不會給我 一個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 還有我想覺得 他想做一個 爆笑的場面 然後 幾次就是 爆笑的場面 然後帶出一些 愛信息 我覺得 或者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 爆笑的場面 是過場的關係 導致他 整個愛的情況 變成掩飾了 不是 你應該說 智氏的生死度 的時間太長了 其實是擺放 就是令到就是說 我不覺得智氏 就是令到 我衝突然說 智氏是不是真的有心關心 他們 真的就是臨時的 我見到那個對白 我這樣練出來 然後就全部搞掂了 懂得當當時 男主角的屬性大爆發 但其實平時的主持 就是 智氏呢 我很肯定都告訴你 其實這些好東西 是充滿了性騷擾的人 這個真的很認真 但性騷擾的問題是 傳承 不是 不是 這是什麼問題 我現在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問你 好老實說 你說一季天安之民 我不說這個原因 是因為劇情 而且是一季有可取的地方 我可以找到 值得欣賞的地方 但如果今次 你說劇情 是這麼平常無忌 甚至可能 沒有什麼主題 沒有什麼核心的話 我只會見到 一堆很紳士的 所謂笑點 但其實其實 上面包裝 是一些性騷擾行為 但我有一個 另一個問題想問 其實 他紳士的對象 不是三個天使機嫌 但他所謂的愛 簡單點說 他對天使機嫌的關心 你可以說這個是愛 或者是什麼 兩者我覺得是沒有衝突的 不是 我覺得這件事 就很難的 因為其實 你去到劇情的中段 他除了 他是沒有對Ecaro 上下其手 他對其他角色 是照樣的 天使他都照樣的 天使他都照樣的 你不記得 雷台那一次 有多少 只是Ecaro 不要出場 你應該說 他不敢對Ecaro 不知為何 不敢對Ecaro 出手 對 如果表達的 愛的 當然這個會令到很多人會分析 就是你選他 這樣的意思 但如果你的表達手法 就說 因為我真是喜歡你 我不想對你用這種手法 雖然我是一個紳士 但我不想對你用這種紳士的方法 這個很簡單 當然 會令到整個劇本 會變成 真的會 規定了 我真的要走Ecaro 雖然我覺得 應該是 明日 就是這樣 你會令到其他角色的發揮 會被握殺了 還有感覺上 這樹是否真的做到這樣 可以浸Gentlemen 就是跟平時的 就是看平時的 Gentlemen的紳士 其實感覺上 就是 很大反差 還有 楚源其實 今季 Sukara Sukara 那 他的 煩人首都 我經常想起 卡拉OK 那其實 其實今季 好像少了出場 不是 他是對 智樹的感情 是沒有了 是沒有了 有 發夢 他沒有機會出場 你明白他沒有機會出場 沒有發揮 不是 其實你見到 我覺得最簡單 他應該 對智樹的感情來講 他應該是第一個 發現Ecaro 的感情的人 他不應該是 看到Ecaro 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更重要的就是 其實他的角色成為 應該是很重要的 因為 在這麼多個喜歡 技術的角色之中 唯一他一個是人類 就是他用這個人類的方式 天使機器人就不懂得理解 人類就要理解了吧 就是他這個 他本來的劇情的發揮 應該有很多 可以有很多對比 可以出到來 但其實是沒有用過 就是他出場的機會 就是他預手都 他預手都 只有他有出場 他的手都要出場 你另外就不要說會長 會長其實也是 我也是過量了 會長已經有什麼 已經有歸縮了 會長 我不是說他外國問題 我不是說他外國問題 我只是說他出場 他有一個出場的問題 就是說 我不明白 就說 祭典一場我接受到 你為什麼這麼兩場 祭典出來啊大哥 我不會覺得正常的 會長 你是為了會長出場 好像他那位說 我真的好久沒有出場了 我想吃牙籤那一場 這個是漫畫來的 但是漫畫他都沒有說 很久沒有出場 是啊 很棒 但是你抽取那個問題 就是你一場裡面 不會突然搞兩個 讓那個大叔可以出兩次場的 吃米山 吃牙籤山 吃辣椒山 吃辣椒山 那個大叔很重要的 那就是哥哥 聖悠 我覺得 開口的感覺挺好的 新奧 怎麼真奧 有票OP 不理會OP 對 這首是女的 的聲音 當然是男聲 那首是 我也是那句 天幹之密 或者水無月走開的路線 不應該說太 雖然他會提感情這方面 但是他不是一個 劇情的醉俗心 應該是說 他是日日常常 這些是會提及 但不是他真真正正最主要的賣點 或者他 所應該看的東西 可惜 更加表現就不是這樣 至少我在OP 我看得到 第一句聽得到 哇 挺好feeling 其實我 我挺喜歡這首OP 我覺得 Melody 都可以的 還有歌手唱 即是說 最初 亦都是最後的愛 那一句 是真的挺有感情的 我真的很喜歡那兩句歌詞 那會是中的 那會是中的 那大問題是 可能最後這個shap 也有 但是 你變相了 剛剛回應 M的問題 這句話 真的不是廣愛 可能真的完全不是廣愛 但是動畫 難說一點 其實想問 整個 第一集 到最後一集 其實變化 真的多了兩個女生 三個 很正常 慢慢的 收了一個狼尼 然後 收了一個份譚 收了一個份譚 收多兩個人 一間訓 又是這樣 其實感覺上 變化不大 你有沒有看Pokemon 要成為精靈掌門人 他多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差很遠了 知道嗎 那我整體 但是你說 聲優方面 其實我的表現 其實OK 你只不過是劇本 方面 本身是 拖累到 好像是不明顯 其實那些事情 我還是接受不了 蔡燕的聲音 對不起 我們說說新人 說Delta Delta 我覺得 Delta 我覺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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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句話 他本身是這樣的 就算你看看之前那套 充電量 他熱血的時候 他發聲 他只是這樣叫 你接受一下他 你理解一下他 是這樣的方式 不是你不理解的問題 是出來的效果 我接受的問題 我覺得效果可以 我暫於我聽的角度來說 是我真的演起 我當然不是說 叫做 我一定要在 天空盲法 我不會 那些 我不是一定要 他要帶出一種 傻氣 我覺得他做到的 打的時候 就要打 傻的時候 傻 我覺得沒問題 他是 always 傻的 但是打的時候 就是 你最後一條線 那些位置 很慢的分鏡 但一句好弱雞的聲音 我就不太接受 對不起 卡洛斯的聲音 感覺上 較為 虛了一點 感覺 卡洛斯 是羅里的 正常 你不可以質疑我 甚麼? 為甚麼? 我等了這句多久 人家的事 成功了 不受了 不受了 甚麼事 羅里有分家 你們明白 嘩 我幾次說了甚麼 冷靜點 我等你發表你的理論 為何羅里沒有問題 不是 這句真的很容易 不是 應該你說 卡洛斯本身 以他的角色設定 來說 他就是一個 叫做初出生的小朋友 你可以說 我的角度叫壞掉落 不是 他不會說 他不會說 是一個很擅長 去比較自己的情感 他就是說 這樣 每樣東西 他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 我覺得聲線方面 我自己感覺就反而 沒有那麼大違和感 我也覺得可以 而且你說 他應該壞的時候 真的壞得很花張門 是啊 真的 其實我覺得 是幾道位的 即是 叫不失羅里聲 但又壞得真的很賤 是不是很重 我喜歡他壞 不喜歡羅里吹 其實我覺得 他的羅的重點 因為 其實基於說 風奇海生的聲線 所以就算壞人 都會不失那種 你覺得所謂的羅里聲 我覺得那些叫沙聲 雖然覺得 但是 總括而 我覺得 他做得出來的 但是 你說 很在意來說 說他好些 還是說Delta好些 我覺得 差不多 就 沒有說特別好 特別差 但是 簡單來說 都是 但是如果你說 講回其他角色 其實中觀賢 都是差不多 其實大家都是期待劇場版 劇場版 我幾難看劇場版 可以說些什麼 真的不知道 你看看他的 PV月告 其實他都是做一些 比較日常的劇情 就是最後一幕 就是 鑽石跑出去 說不要忘記 就是鑽石劇情 然後就沒有了 鑽石劇情 不要忘記我的 地樹綠道 不是啊 我們在看月災 你知道嗎 都知道我們是誰出的 但問題有其他其他 其他劇情 原來是 行業日常劇情 到時再看 都不知道他幾時上 而且就 Ending曲 是不是還要說 Ending曲 很多 其實我沒有印象 但是 其中有一首 就是唯一一首 是 我忘記是 《總演三色》 應該唱的 還是 我都不記得 是那首比較 印象深一點 其他那些 基本上 應該是 我真的不太記得 是尾的 不是頭的 但是 除了那首之外 其他那些 原本是名曲 以前的舊曲 翻唱 歌藝千萬不要期待 畫面都可以看一看 都可以的 但是 但 做官的舒凱 已經沒有了 即是叫做什麼 即是叫做 抄翻舊橋 認識老闆 你說其實這套 你說叫做比較 出色的地方 是 雖然聖蘇宇德尼 不會令你覺得 即是你覺得好笑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了 即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 劇情關 我會覺得這個 好笑的 可能我都有一句字 叫算了 有他 但 不要算 他也不是說 很focus 應該說 他不是很著眼點 在那個位置上面 即是 意的上 我們每次都會看到 最終的叫做自恕的慘死 全部都是 最簡單的 大家覺得第二季不是太好的話 聽完之後覺得麻煩的話 不如當OVA是第二季就可以了 講完 那就看了才知道 到時 OVA做了 OVA 泳池那個 這個就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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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